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相信大家都知道 睡前滑手机是不好的 因为它不止影响睡眠 长期下来呢 可能还会让我们的视力变差 不过知道归知道 说归说 大家是明白了 但真的要改掉 这个坏习惯的好像又没那么容易 为什么改掉不容易呢 因为大家就是喜欢在睡前滑手机 就是喜欢 那大家也知道 在黑暗的环境中 你有手机会伤害眼睛 那有的人就说 那我们把手机调成深色模式 就是我们常说的 Dark Mode 那应该没问题吧 那多少应该降低一点杀伤力吧 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呢 那就错了 因为有来自台湾的眼科医生提醒大家 他说坊间流传 说3C产品调成深色模式 可以保护眼睛 这样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 相反的 它不止保护不了 这个深色模式呢 对你眼睛还会带来伤害 那个伤害可能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呢 为什么深色模式没有办法保护眼睛呢 台湾三军总医院眼科的主任 叫做吕大文 他就解释了 当3C产品处于深色模式 反而会让我们的眼睛瞳孔放大 放大的原因是为了 让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 那你想一想 长期下来呢 不就导致你眼周的肌肉组织 变得更加的紧绷 更加的高负荷 对眼睛其实呢 会带来比之前更大的伤害啊 那不只是这样 医生还提到了 有一些人呢 在使用深色模式之后呢 可能会更容易产生 所谓的晕眩的感觉呢 针对这一点呢 医生也指出了当中的原因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们长时间盯着 那个深色界面看的时候 或者进入到光线不足的空间时 我们的眼睛瞳孔呢 会一直处在放大的状态 当深色界面突然变浅 又或者当我们从光线不足的环境 突然转移到 切换到一个更明亮的地方时 我们的瞳孔呢 就会马上缩小 而这种状态呢 对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或者交感神经 就是相对 可能说有失常的情况的人来说呢 它就容易产生晕血的感觉 那你一不小心 你可能会跌倒 会撞伤等等 那医生就提醒大家了 过度使用眼睛 或者是使用太用力 也会造成眼尖颈症候群哦 如果患者同时也有老花眼的话 眼眶周边的眼轮杂机呢 就会绷得很紧 而在滑手机的时候 如果你手机的屏幕 刚刚有提到 有时候安安 有时候亮 那你想象一下你的瞳孔 不就是一下子放大 一下子缩小 其实那是很累的 不断地在工作 还会造成患者出现偏头痛 或者有头痛的现象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应该就是你使用手机有问题了 那也有专家就建议大家 使用3C产品的时候呢 建议选择自然色的界面 比如说那个界面上 你最要选择就是白底啊 或者是灰底都不错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一旦你发现 用3C产品用久了 眼睛开始累了 开始疲劳了 放下 放下 放下3C产品 对放下 让眼睛好好地休息 以后你才可以看 更多的3C产品才是吧 对 我真是 这么快 уб最后 无人不出现 做梦 公里 公里 你 真是